瞧你的牙齿这么黄 得好好刷刷 我每天都刷牙 我的牙齿是白的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 也得给我改掉 为了美连命都不要了 这也成了欧洲最美女神 倩倩公主的黑历史 贵妇们为了效仿她 纷纷换上了肺结核 严重点是会要人命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欧洲最传奇的皇后倩倩公主 最引以为傲的 大概就是她惊人的相貌 和恶娜的身姿了吧 在种种记载中 倩倩公主的脸蛋白得像鸡蛋 四肢看不到一点坠肉 就连要都被束得异常鲜血 再加上身份高贵 倩倩公主的一言一行 都颇有若不禁风临待遇的意思 可这些特征 却更加神化了倩倩公主的美貌 贵族圈里的贵妇们 纷纷效仿了起来 然而倩倩公主 是因为患有肺结核 才导致脸色苍白 身材瘦弱的 正常身体健康的人类 哪个不是面颊红润 但倩倩公主实在太美了 她的美丽成为了一种风向标 大家抢着去的费结核 一时之间 费结核也成为了优雅高贵的代名词 甚至以换上费结核为荣 实在是太荒谣了 如此万众瞩目的倩倩公主 为何要诅咒婚姻是罪恶的魔鬼呢 嫁给了爱情的她们 后来都遇到了什么事情 是男孩吗 是个公主 我非常非常高兴 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 你会更加高兴 嫁给了爱情的倩倩公主 被丈夫百般疼爱 为何后来却将婚姻视为魔鬼 倩倩公主其实是出生在巴伐利亚的 这个地方比起奥地利来说 真的很小 倩倩公主的父母很疼爱她 因此养成了女儿热情大方的好性格 原本他们家的打算 是把倩倩公主的姐姐 嫁到奥地利去当皇后的 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了偏差 倩倩公主和奥地利王子弗兰茨相遇了 并且迅速坠落了爱河 所以最后嫁到皇宫的人就变成了她 前面也说过了 巴伐利亚地方不大 所以弗兰茨的妈妈 一直认为倩倩是小地方来的乡下丫头 这也为他们的婆媳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父母的精心养育下 倩倩公主向往爱情追求自由 她也起码爱跳舞 可是这些在婆婆看来 却是不符合王后身份的行为 好在弗兰茨还爱倩倩公主 他们还生下了两个女儿 没想到这又成为了婆婆发难的借口 他们家也确实有王位需要继承 婆婆嫌弃倩倩公主生不出儿子 对此承受了很多针对 至于丈夫弗兰茨 竟然是个妈宝男 被教育的优柔寡断 虽然深爱倩倩公主 可真正能为妻子做主的时刻 确实没有 后来西西公主生下了儿子 又生了两个女儿 却都被婆婆带走养育了 她连看孩子的机会都没有 从前乐观坚强的倩倩公主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追求的幸福 然而更荒诺的事情还在后面 她连死都是因为一个可笑的理由 明明嫁给爱情却阻诺婚姻 倩倩公主的人生 逃不开悲剧宿命 唯一的儿子自尽身亡 自己的死亡原因更是荒谬 他们母子都经历了什么 1867年 历经千辛万苦的倩倩公主 成为了匈牙利的女王 也终于把孩子们接回了自己的身边 但是 因为常年没有父母的陪伴 她唯一的儿子鲁道夫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母亲突然的陪伴 让鲁道夫的心中除了惶恐再无其他 最终选择了自己身亡 失去儿子之后 倩倩公主也变得消沉了起来 从前深爱她的丈夫弗兰茨 也开始包养众多情妇 这些事情让倩倩公主感到十分压抑 于是选择四处旅游 没想到 却因此葬送了幸 当时袭袭公主正打算乘船 却不知道有人在暗中窥探了 这名窥探者叫卢切尼 是意大利人 无政府主义 一直潜伏在此地 是想刺杀奥尔良公爵 谁料奥尔良公爵没有等来 却等到了奥匈帝国的王后 卢切尼没有犹豫 拿起刀子刺向了倩倩公主的胸口 顿时鲜血如主 此时的倩倩公主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甚至问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 卢切尼告诉她 自己就是想杀一名皇室成员 是谁根本无所谓 只是恰好今天遇到的是倩倩公主而已 如此荒谬的理由 心而一举就夺走了倩倩公主的生命 这位欧洲最美的皇后 一生的追求不过是爱情和自由 却因为如此 走上了注定的悲剧命运